公事你現在是側翼電視台嗎 你現在是三明治嗎 以後三明治要加個公你知道嗎 三明治公共 三明治公共 小三子你好 十幾分鐘的報導只有7秒鐘 謝國良的畫面 其他的時間都在報差 你進來你節目比三明治還要綠啊 所以我說你是三明治公共你知道嗎 以民為尊的電視台 結果是以民進黨為尊的電視台 變成罷卸黨媒啊 這個總經理名單有沒有 結果大家發現這些人 好像都是綠營來的啊 陳雅玲對不對 鄭志榮演也不演了啦 反正我就弄你怎麼樣啊 我就直接告訴你啊 我現在就是要控制公司你怎麼樣 如果你要做罷免的這個專題節目 那我問你 黃捷要不要拿出來講 韓國瑜可不可以拿出來講 像陳柏惟你也可以放進去啊 那你怎麼不敢放 所以對他們來講 媒體是什麼 媒體是第四權嗎 狗屁 媒體就是拿來掌握宣傳國家輿論機器 像共產黨 共產黨就認為媒體不能是第四權 媒體必須高度與國家與政黨利益重合 對 請問台灣是這個樣子嗎 公視宣傳拆量 這個問題啊 這個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瞎啊 因為我早上剛好就訪這個林沛祥 基隆市的立委啊 所以剛剛聽他講的時候 我已經聽了 真的是無煞煞公司 氣死了 我真的是他真的嗎 我氣死啊 真的沒有辦法沒有想到說怎麼會有這種 這種這個 公視你現在是側翼電視台嗎 對 你現在是三明治嗎 以後三明治要加個公你知道嗎 三明治公公 三明治公公 小三子你好 受不了耶 公視台語台啊 在這個他的一個節目叫做 台灣記事部裡面做了一檔新聞專題 採訪的對象叫 拆量行動的新世代政治參與 結果呢 這事情有多荒謬各位 這個裡面的十幾分鐘的報導 只有7秒鐘 是這個 謝國良的畫面 其他的時間都在報差 還有啦 就是謝國良呢 這個 這個當中會跑行程的畫面 現在導播幫我們秀這一張 你進來你節目比三明治還要綠啊 所以我說你是三明治公公 你知道嗎 以民為尊的電視台 結果是以民進黨為尊的電視台 變成罷卸黨媒啊 這真的是太荒謬了 而且呢 這個就有人去查說 這裡啊這個總經理名單有沒有 結果大家發現呢 哎呀這些人 好像都是綠營來的啊 陳雅玲 對不對 鄭志榮這些人實在啊 演也不演了啦 反正我就弄你你怎麼樣啊 我就 我就直接告訴你啊 我現在就是要控制公司你怎麼樣 其實民進黨現在壞就是壞在這裡 他們做事情他真的是不演了 好不好 齊恩你是幫我們解析一下這個新聞啊 我覺得真的有點誇張 以你做新聞這麼多年 你有看過公視這樣玩的嗎 因為公視的同業你應該認識嗎 公視 我大概講一下公視製作新聞的方式 公視新聞是不好做 為什麼不好做 好我們講一條 新聞是兩分鐘 我們講總統選舉好了 那時候不是有藍綠白陣營嗎 三個嘛 那他們其實他們上面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你藍綠白 這三個新聞的比重 要在這兩分鐘內的新聞呈現 要三等份 當然就是避嫌嘛 因為你是國家的電視台嘛 那你是領 我們納稅人的補助的預算 那你才可以做這麼多事情嘛 那個這個是我對於公視的了解 那這一次的事情 我當然覺得說你說 他們做專題式的訪問 或者是說講罷免這件事情 能不能做 當然可以 那第一個問題是 你這個發布的時間點 你未免會太巧妙了吧 你選在 基隆市選委會在8月17號以前 要將相關的資料 查核完成之前做這件事情 難道你是要大家做什麼事情 你是說好好的幫民進黨來做宣傳嗎 那你當三民志公公再適合不過了嗎 是 那再來是 基隆市罷免這件事情 我們來講啊 如果你要做罷免的這個專題節目 那我問你 黃捷要不要拿出來講 韓國瑜可不可以拿出來講 你把過去跟這一次 為什麼青鳥 或者是為什麼基隆市民 這麼樣的憤怒 你可以把相關的過去罷免 比較像陳柏惟你也可以放進去啊 那你怎麼不敢放 只要是你民進黨的人 都可以不用放 反正謝國人是國民黨的 我就是把他放進去 剛好 他就說我們這個時間點很巧妙 結果你現在很好笑的事情來了 這個事情被爆出之後 你看一下那個YouTube 你去搜台灣記事部 那上面竟然那個影片還不下架 那我看了一下他們的那個 簡單講那個內容 結果這一條專題 他反而是跟其他條 他們發出來的影片 那個觀看次數是最多的 那你說這不是宣傳是什麼 你就是要鼓動大家去支持 罷免謝國良嘛 對不對 那你這目的就是這樣很簡單嘛 那你還想那麼多幹嘛 他每提名他是講說 這個是對公民團體的報導 對不對 這是公民運動嗎 我們報導何措之友啊 我們有做平衡啊 所以你平衡是7秒鐘平衡是不是 一塊槍匣是不是 莫名其妙 所以我必須講 今天民進黨是演都不演的 他現在攻勢就是完全是黨媒了嘛 你竟然要自己這樣作劍 那害到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害到的是整個媒體產業 尤其是這個我們的公廣集團 他整個公信力巨降 非常的誇張 而且你說你要抱著這個罷免團 也不是不行 你忍一忍罷免一下他就結束了 會很久嗎 忍一忍你很大嗎 莫名其妙 而且喔 8月15號立法院可能就要開臨時會 對 臨時會民進黨要幹嘛 希望NCC的委員人事案 可以在臨時會時候通過嘛 那我跟你講國民黨硬起來 就不要讓民進黨過這個案子 杯葛嘛 對不對 砍公司預算啊 下個會期就是預算會期 直接砍他們的預算 我讓你怎麼看你怎麼宣傳 你沒有嫌怎麼宣傳 我真的覺得這個在野黨的委員 真的要把就是公事的這一些 到底誰決定做這個角色 真的要抓到立法院問題 公開全國直播 我跟你講喔 兩三年前 陳老師 陳雅玲 就曾經到立法院備局 是啊 對啊 就把他抓出來啊 抓出來啊 講清楚嘛 所以國會改革武法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啊 可是現在國會改革武法會很辛苦 很辛苦了 不過我話說回來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拆良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基隆罷免案嘛 對 這個基隆罷免案 現在謝國良採取全面衝突的這個方式 是絕對正確的 因為 只有在全面衝突的時候 你才能在話語權上有所琢磨 對 不然你看了 人家鋪天蓋地的 連公事都給你賠下去了 他哪有在怕你啊 他我就是這樣 我就不演啊 公事這個事情 他有極具代表性 對 他是代表說他是以公共利益為憂心 可是他就要用搞這種方式 那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是讓大家也了解到 民進黨對於 所謂的文化掌控這一塊 是他們非常非常重視的 他們對於宣傳 所以對他們來講 媒體是什麼 媒體是第四權嗎 狗屁 媒體就是拿來掌握 宣傳國家輿論機器 這個很有意思哦 在納粹德國時期 他們就是這樣幹 最有名的就是哥培爾嘛 宣傳部長 對不對 號稱宣傳之鬼啊 宣傳之魔啊 非常會宣傳啊 而且他是深入人心編辟入理 在他們的整個 所有的這個宣傳工具裡面 包括像共產黨 共產黨就認為媒體不能是第四權 媒體必須高度與國家 與政黨利益重合 那因為共產黨黨籍國家 他們的黨就是一塊機構兩塊牌子嘛 對 這個機構在黨就是黨的機構 在國家是國家的機構 對 請問台灣是這個樣子嗎 不是在那邊講國民黨一黨專政 對不對 所以很好笑啊 國民黨一黨專政結束之後 你知道民進黨現在他要搞一黨專政嗎 所以我才講清德中想做的是袁世凱啊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啊 袁世凱當年看了順天時報啊 就是他兒子袁克定特供的 全部人都在鼓吹說 袁世凱你好棒 袁世凱我愛你 袁世凱當皇帝啊 但是前天前家人啊 連他那家的小小婢女都知道 哎呀我們家這個主公啊 這個他那一份報紙是他兒子特供 撰寫給他 你就繼續活在你這同文城 等你醒來的時候 袁世凱偶了幾十兩寫 最終一命嗚呼啊 你民進黨遲早要一命嗚呼 我跟你講真的 你再繼續玩下去 現在這個時代 是你媒體可以單方被洗得動了嗎 你可以給黃標 你可以給線流 你可以給任何的方式 但是資訊總會用不經意的方式流落出去 如果現在資訊這麼好掌握的話 那你就想嘛 當年啊那個Wikileaks 這個維基解密 對 在全在美國發動全球圍堵的狀況之下 維基解密的資訊一樣會流出來 在美國全面打壓 當時阿富汗塔利班即將要反攻成功 喀布爾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透過各種方式把消息走出來 再大家還有一個最殘暴的組織 我們不要不要講 講一個最殘暴的 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很深刻 ISIS 伊斯蘭國 Islamistate ISIS最囂張 包括時候 公開讓他的這些 囚徒 他們抓了這些人質穿橘色衣服 然後公開的把他的 頭給鋸下來 我不知道旗艦知不知道 我照我照我照我 穿橘色衣服 對 我是看了那個無碼版的印象深刻 活生生的把他幹掉 我跟大家講 這個訊息還是走得出來 對啊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代 消息是無法被封鎖 那你們講到現在還在想玩消息封鎖 沒有關係 你就拿你的公式你繼續玩 那我覺得是這樣 首先拆樑形象最大的關卡 也不是什麼投不投票問題 你們的這些連署書 要先合格才可以 對啦 你那個連署書還有25000份 那現在他們又講說 那個 那個拆樑團體就說 這個大家要記得用這個雙掛號 因為很擔心 金融市水委會的這一招 讓這個罷免 直接灰飛煙滅 對 一切消失 他們現在很壯 所以現在沒辦法 那公式借我用一下 借我宣傳一下 反正都是用納稅人的錢 謝謝你喔 公式 對 他們現在用這樣做法嘛 就是鋪天蓋地嘛 那當然現在的謝國良 我覺得他現在當然也有做一些動作啦 開始就是 藏在鏡頭前面嘛 就是講他自己在幹什麼嘛 那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只是說現在的民進黨 他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方式 包含最近大家在吵的這個四階 這個問題 對 那四階當然會影響得到的 就是說這個 基隆的港澳商官的這個生態 可能會有些有些受到影響 那其實 謝國良也是站在基隆市民的角度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 哎 林佑昌卻講 嗯 你們就是就是 林佑昌雖然沒有講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有這個電力上的需求嘛 嗯 我們需要嘛 那問題是需要 跟你有沒有問過 基隆市民 願不願意 哎 你講到這個我幫你整理一下 今天因為我早上訪林佩祥的時候 我們後來理出一個很好笑的邏輯 對 就是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罷免團體 還有這樣的前市長 對 基隆人要承擔一個爆炸威力 相當於核這個 相當於核電廠事故的 對 所謂的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是 然後那個位置就距離基隆市區的 碼頭非常非常近 而且大家了解 基隆市區最激化之下 就是圍著他那兩個碼頭 對 這個東碼頭跟西碼頭 就圍繞一圈 它是一個非常富地方狹小 基隆市的平地只有5% 對 那當中2%是給港務局站走 所以你看基隆地的系不地有多狹小 然後呢 在這邊蓋一個 要燒天然氣跟燒煤的一個電廠 然後這個新鮮電廠呢 這麼的近矮在這邊 那爆炸是全基隆市受害 結果今天被農業部博 聽清楚不是環保署 不是環境部 是農業部 農業部 它是以這個環評就是取消 就是說基隆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行政命令 他認為行政裁決是有問題的 他用博會 結果呢 林宥昌的前發言人 竟然還出來說 這個再次證明 這個謝國良 謝國良的一個荒唐的一個施政 你在攻什麼啊 你在攻什麼小啊 然後更誇張的是什麼 他們的罷免的第一條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 謝國良去搞Net 就是這個 東區停車場 東岸停車場 東岸停車場的Net 結果Net的律師也不演了 跑去參加罷良 所以這些人你可以看到 侵占市場 市長去把他追回來要罷免 在這個市區旁邊 蓋一個不定時未報 你要蓋你也蓋遠一點 你蓋到沒有人的地方 甚至你去協調當地軍民 譬如說你蓋到那種 沒什麼人的北海沒什麼人的地方 然後你跟當地居民協調 甚至拆遷補償等等的 把那邊進成一個安全區 等等的方式 也都好過在市區旁邊 搞一個這麼大的地雷 基隆市也二十幾萬人口 對不對 那結果呢 一個要回市場的市場 一個呢 叫這個發電廠不要來 不要因為就危險吧 氣爆嘛 燒煤還不會爆炸就算了對不對 然後這樣的一個 市場結果變成他的罷免理由 所以我說這個罷免是怎樣 把好的罷掉 把壞的東西要拿進來用 沒有我覺得莫名其妙啦 就是說如果我們站在人民的角度來說的話 你與其製造這種仇恨式 報復式的罷免投票 你不如去問問基隆市民要不要弄一個 市街蓋不蓋這個 這個 這個投票 對不對 你用個公投嘛 就跟當初的三街一樣嘛 對不對 被沒收啦 對也被沒收啦 還是被沒收啊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當初市街誰決定的 林佑昌 對啊就林佑昌啊 單方面決定 對啊 然後呢 那時候要接著他選的那個蔡司英啊 不敢講 林佑昌說這我決定的 他還想把它扛起來 沒關係 我就繼續玩 吃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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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